如果你平常也是一些 高鞋子的一些族群 冬天喝熱茶也很好 不過我要提醒 因為在日本有個報道 你說大家會覺得老人家 都是早睡早起對不對 有些人如果八點 像我婆婆八點一定去睡覺 四點起床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在日本有個研究其實是不好的 在冬天一定要晚睡 早睡晚起 早睡晚起 就睡久一點 對 睡久一點 因為如果說你早起的話 你瀝患心臟病的機率會非常地高 還有高血壓 中風也會比較高 在英國的研究說 什麼時候起床呢 最好是7點21分 起床 對 起床 所以如果真的 7點21分是最舒服的時候 你那時候氣溫剛剛好 英國的研究是 英國跟我們時差又不一樣 對 他說7點21分 還沒有 那個好 你說時差跟我們比較接近 是中國對不對 對 中國的醫學家就講說 對 7點 因為我們是跟著四季走 對 差不多他也覺得 我們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所以冬天的時候 我們日出時間會比較晚起來 對 他也差不多建議在7點半以後 所以其他以後7點半再洗床好嗎 9點上學 可以嗎 對 就是對於老人家來說 對 其實對老人家 而且對於之後 我說現在心血管的年紀 已經有下降趨勢 也是OK的 他有再講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我們最好是什麼 起床的時候 不要馬上起來 在身上 就是在床上 差不多動個5分鐘 活絡 活絡的筋骨 活絡一下 對 然後5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起床的運動 對 就起床 不要從這樣起來 因為通常很多 有心血管機裡面 就是起來太猛 然後造成中風的很多 是 這個幾千年前我們中醫有一本 《皇帝內經》裡面 就有提到了 它是說我們春夏的時候 可以晚一點睡 早點起 到秋天的時候要雨季巨星 就是機叫的時候 你就可以起床 然後通常機叫 大概是天亮之前 所以就是稍微可以早一點 到冬天的時候 是叫做必帶日光 你一定要等到太陽吹 出來了之後 對 再起來 你再起床 那陰天怎麼辦呢 他不床就不要起來 是吧 今天就不要上班了 對 不要上班 今天的話 雖然它有 就是天有一點點亮的時候 溫度回溫的時候 就可以起床 意思就是說現在越來越冷了 觀眾朋友要起來之前 先在被子裡面 稍微活入一下筋骨 再慢慢地爬起來 尤其是如果你尿急的話 千萬不要汹汹地坐起來 對 有些老人家就倒下去了 而且老人家一定要充足的睡眠 就是一定要八個小時 在中國的時候還是 一定要八個小時 年輕人也要八個小時 老人家是九個小時以上 對 然後年輕人一定要八個小時 因為你少睡一個小時 可是你只有七個小時 你中風的機率是比正常人 還要高出三倍 是 對 所以就是在冬天 你睡眠一定要充足 所以請不要在冬天 有什麼遲到啦 有沒有 那種 那種什麼晚到那種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稍微久一點 因為我覺得日本人其實很人性化 是 雖然釣魚台也是我們的沒錯 是不是 是 好 所以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怎麼樣呢 有一些習慣我們養成 就可以改善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改善心血管疾病的小撇步 第一個 要注意保暖 好 第二 飲食控制 增加體力 控制情緒 定時服藥 跟良好的生活習慣 好 注意保暖 我們剛才也講過了 其實保暖呢 好像是腳很重要對不對 對 脖子也很重要 還有哪些地方很重要 其實我們的話 頭要暖 脖子這邊保暖 再來是肚暖 然後手腳的末梢也要注意 主要的話就是這幾個重點這樣子 就差不多這幾個部分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記得腳 就是盡量把腳穿襪子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腳暖了 心也暖 你會全身就會暖活活的 因為你會發現 有些老闆家不習慣 晚上睡覺穿襪子 他整個手腳四肢就是 他再睡怎麼久 他四肢都是冰涼的 對 因為襪子一穿起來 對 襪子穿 整個都暖活了 你也不要蓋太多被子 也不用開暖氣 他整個人都暖活起來了 所以在冬天穿衣服怎麼穿 我建議是說你不要 你知道很多人 你會發現到他穿了大概七件 我曾經有過 我自己就 可是那七件很重要 不是說所有的厚重衣服 好像外面有多了 因為現在大家發現到 夏天跟冬天是極夏 極熱的 然後極寒的 我們在穿的時候 一定還是用洋蔥式的穿法 大家有一個人問我說 請問一下什麼叫洋蔥式 洋蔥不都一樣厚薄嗎 錯 是告訴你說洋蔥式 可以好容易穿 好容易脫的 因為現在白天 還是有一些高溫的地方 像現在這種天氣 秋天來了 但是冬天也快來了 在那種秋冬之交界的時候 其實你記得第一件 裡面最裡面那件 一定要穿吸汗的棉質衣服 它不吸汗的話 你會把所有的汗 堆積在你的身體裡面 就像中醫師講 毒素在皮膚上應該不好吧 合適 對吧 沒錯吧 對 然後這個一定要讓它有排汗功能 然後第二件呢 你一樣就盡量選擇 棉質的衣服 像我的話第二件 可能我會穿像棉的T恤 或七分袖的衣服在外面 然後如果你比較 再寒冷一點的時候 我可以加到九分袖 然後再一件外套 厚一點的外套 但是大家不知道 穿什麼皮外套 因為你知道有一件皮 那皮不是真的皮 是人工皮 合成皮 對 合成皮 很多的皮 每次冬天那個皮膚科 門診的人超多的 因為穿出一堆診子來 它排不出去那個汗 像現在不是 這幾年很流行發熱衣嗎 這個發熱衣真的是有效嗎 我一次如果穿個三件發熱衣 因為它很薄 這個三件整個很熱 我就只要穿三件發熱衣 再加個外套就可以了 因為你覺得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曾經有講過一個涼感衣 我說它在支的部分 支髮的部分 它的孔洞會比較大一點 就等於說 它在風吹進去的時候 它在排熱的時候 因為它的支髮不同 所以它排熱效果會比較 就是排汗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會覺得 風一吹來 涼爽 那一樣相對於我們的發熱衣 你可以發現到 它在蒸汁的材質 是比較密一點的 但是好處是說 你們一定要選唇棉 它才會把汗吸在那件衣服裡面 但是它又不太容易把風灌進來 因為它的支髮很密 對 很密 所以它才具有保暖的作用 所以大家看說 不要上面寫保暖衣 就給它拿來 記得把它打開來看看 它是不是蒸汁得比較密一點 因為有些還會有雙層交叉支 對 那個就不太一樣 或你會發現到它會更保暖 好 那這個是要保暖的部分 飲食控制的部分 剛才我們的營養師 也大概講了一下 那就是說你要高尖的 然後你要低油 低脂對不對 好 那低鹽 好 這個非常重要 尤其是有高血壓的朋友 低鹽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 還要提醒我們的 像醬山酸甘油脂其實 魚油對於醬山酸甘油脂 其實大家都聽過 魚油喔 不是魚甘油喔 不是給我打開魚油 很多人會吃錯 很多人會吃錯 對 那像醬膽固醇燕麥 其實醬膽固醇的功效非常的好 再來就是薏仁 薏仁醬膽固醇的功效 不輸給燕麥 真的啊 對 那薏仁一天的量可以吃多少 薏仁的話其實 我會建議跟白米一起煮 變成薏仁飯 是 那大概量就是跟米的量 是一比一就可以了 一比一 對 煮之前可以先泡水 那因為你喝甜湯 薏仁甜湯 你會攝取太多的糖分 熱量 不如把薏仁當作主食 是 來吃這樣 薏仁燕麥都很好 對 好 總之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你一定要忌口 要把自己的嘴巴關好 這是很重要 好 再來就是增加體力 不是體重喔 是體力喔 不要誤會喔 增加體力 增加體重就等於增加心血管 疾病的發生危險 是 怎麼做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天氣好冷 我不想出去運動 我就直接坐在家裡的某個角落 在那邊發抖 這完全是不一樣 我們會希望說 就算你不出去 家裡也可以做暖身操 對 或者是在原地跑步 或做一些福利挺身 或者這些動作都可以 它只要你只要原地動起來 你四肢就會比較溫暖一點 絕對不要靠你身體在那邊發抖 去取暖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是 沒錯 所以不要因為說天氣冷 就當藉口說我今天就不想動 因為運動不一次是說 我一定要到外面去 室內也是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 要做運動之前 跟夏天不一樣是 你的暖身時間要比較久 要更長 然後你做完運動完之後 還要再做一次暖身運動 都全部都要做 這整套都要做下來 是 才不會到冬天比較容易出現 這是抽筋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做這個暖身這一部分 是 然後如果真的要出去 麻煩你一定要帶保暖的衣服 知道你會運動 你會流汗 你會熱 沒有錯 可是你不要因為我流了全身都是汗 我還在外面吹冷風 是 很容易就傷風感冒 所以你運動完之後會流汗 就可以換衣服換下 要不然就是一定要把外套再穿上去 不要流著汗在那邊吹冷風 是 好 那這個部分 羅醫師有沒有要補充 像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 像運動的話就特別要注意 如果當一旦發現 你有不舒服的情況 突然開始頭暈 或是胸開始悶 或是胸口有痛的這種情況 你要注意就是馬上暫停你的運動 然後或者是說 假如說你的血管 血壓這些狀況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話 你不知道說你適合什麼樣子的運動 其實你可以去找醫師 來幫你做評估 說你適不適合現在的狀況 適不適合去做運動 適合什麼樣的強度 其實都有專業醫師 可以幫你做一個提醒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 控制情緒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有的時候太悲傷太生氣 也會突然讓我們的血管出現變化 對 有時候太開心 也會 所謂樂極生悲 尤其在打麻將的時候 太開心 無了 好 這要怎麼控制情緒啊 要怎麼做啊 我會建議中藥跟西藥 它間隔的時間 大概間隔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所以如果你是早上飯前的時候 你先吃了西藥 你就是飯後 大概算一下時間間隔之後再去吃 然後真的